林志杰 這一支高球 去的CBA十年 來了 一個後射步 他每一年就是都有一定的提升 急劇談話到近十年CBA奮戰歷程 台灣野獸林志杰 2009年從SBL台皮隊 登陸挑戰中國直籃CBA 加盟這張廣下 是首位SBL效力CBA的球星 一打就是十年 也是現階段征戰CBA戰場 最久的台灣球員 剛去的時候其實就是 還在適應就是說 主客場的一些的階段 因為畢竟是都要坐飛機 這樣飛來飛去 然後因為可能地方比較大 所以就是在旅途這個時間 會花費比較多一些精力吧 從一個沒曝光度的 HBL遺囑球員打進SBL 再挑戰CBA 甚至多次入選中華隊國手 林志杰戰機輝煌 攤開搭在CBA的成績 出賽344場 拿下4409分 1263個籃板球 983次助攻 廣下10年7度入選CBA明星賽 拿過技巧大賽冠軍 出賽場次 得分 抄截 三分球進球數都是對死第一 在廣下有對魂的稱號 對我來說的話 我覺得心態蠻重要 因為你畢竟你選擇去 另外一個國家打球的話 其實在心態這塊面蠻重要 因為你要去適應很多一些方式吧 不管 因為你總是換一個環境 換一個球隊換了 可能到那個城市 你要融入他們城市的 就是球團的風格文化 已經是三個孩子的爸爸 生涯晚期 反台加盟 當時新成立的P-League Plus 成為台北富邦勇士的 當家球星 靠著他的經驗 球技 讓富邦勇士打下二連霸光榮 本季踏入40歲的他 正在為球隊三連霸努力 談到兩岸籃壇的風格 林智傑是最有體悟的人 兩邊的一些 可能在文化跟水平 其實現在沒有差異那麼大 因為不管是硬體 軟體 其實都有在做一些提升 就是本土的一些身體條件 都比較高大 可是現在的打球的 都變成比較以速度然後外線 所以在這些情況下 其實差異相對沒有這麼大 近幾年受到台灣直籃興起 不少球星挑戰完CBA後 決定反台加盟台籃 兩個直籃都有代表性人物 像是P-League Plus的楊敬敏 周宜翔 T1聯盟的胡隆帽 林偉翰等等 都是具備時機 以及人氣的定級球星 水準我覺得並沒有差太多 因為當然先天條件嘛 對啊 那就沒辦法 那我覺得最主要就是 但是現在環境也越來越好了 那球員的待遇也相對提升嘛 然後 那如果以對球員來說 沒有太大的差異 那我當然選擇自己在自己的國家效力嘛 台灣直籃現在就是在處一個就是 慢慢的在起飛的狀態 那他就是慢慢的把市場 大家越來越多的 應該說很像是大家挖掘出了這個市場 他重新起來了 然後大家又覺得這個市場 也許有投資的效益 那大家會 更多更多的企業 想要來幫忙 會非常的熱情 來幫助我們 讓台灣籃球變得更好 有台灣勒布朗稱號的周宜翔 泰山高中時期就是球隊核心 在SBL拿過新人王跟MVP 2017年透過選秀 以榜眼茲茲 加盟CBA江蘇同西 生涯還打過新疆飛虎 還有北京首鋼 跟林書豪同隊過 在2022年初 結束跟北京隊的緣分 反台加盟鋼鐵人 這個東西是蠻好的一個經驗 如果想要出去的話 我覺得還是可以出去 因為這是 畢竟打籃球可能在 才四季年吧 那如果有自己的夢想的話 那就去追吧 對啊 除了要有好的球技 更重要的是 要有堅強的心理素質 這是周宜翔 林志傑等 征戰過CBA球員 深刻的旅外體驗 多年過去 已經不再是年輕球員的周宜翔 要帶著CBA經驗 帶領現階段 仍在努力的鋼鐵人 找到勝利方程式 過去CBA是台灣球員磨練球技 以及提升年薪的重要管道 但近幾年也有具備人氣球技的球員 被CBA鎖定挖角 但最後這些人決定留在台灣效力 最具代表的人物就是富邦勇士 外號本土洋將的蔡文成 中華隊打得不錯 國際賽打得不錯 其實在合約還沒到的前一年 就有對岸在找 但後來因為卡在 合約還沒到 然後就不能過去 然後等合約到的時候 其實還是有對岸的球隊在找 然後變成說 其實自己也想去 只是說當時那時候 我老婆還了第二台 蔡文成台灣籃球史上 最多冠軍的球員 16年台籃生涯 從SBL到PILICPLUS 拿下七枚冠軍戒指 兩次SBL總冠軍賽MVP 還有一次SBL年度MVP獎項 2016年本來有機會可以挑戰CBA 甚至傳出福建巡星 開除年薪500萬台幣合約 但在最後因為選秀問題 還有家人考量 最後決定留台加盟富邦勇士 我老婆是一直很希望我可以過去 然後可是我就 我的個性就變成說 可能沒有辦法放心他們 然後假如沒有辦法安心的過去的話 變成我也沒有辦法 放心的在球場這樣奮鬥 因為畢竟我覺得說 家庭把家庭的這一塊處理好 我上了場就可以放手一搏這樣子 所以變成說 那時候的決定就變成 留在台灣 談開兩岸來談相比 2022年CBA一共有20支球隊 成立於1995年至今有了27年歷史 球員平均年薪約300萬人民幣 換算台幣約1320萬 台灣這邊目前兩個直籃 PD Plus邁入第三年 T1則是第二年 另外SBL聯賽則是20年歷史 雖然薪資人無法跟大陸相比 但近幾年已經提升不少 去年有公布薪資的工程師 甚至以五年3500萬 年薪700萬合約 留住新生代球星高國豪 主要是覺得台灣在台灣打球也不錯 那說實話 我覺得能力上面其實跟對岸 我覺得也不差 在台灣 那自己在這塊我覺得可以在台灣 先好好的準備自己 然後磨練個精 然後把心智更成熟 在各方面技術上面更成熟 準備好或許有考慮說不一定這樣子 資深的球員 其實黃金世代那一批都往CBA跑過去 那這兩年因為職業籃球發展起來之後 後來他們都願意回到台灣來 然後畢竟在自己的家鄉打球 會比較舒服一點 越來越蓬勃 然後希望我們的球員 能夠打出精彩的比賽 然後也能夠讓更多的球迷 能夠關注職業運動 職業籃球 兩岸籃談蓬勃發展 要離鄉背井 登陸挑戰 一夥磨練身手 流台發展 如何在籃球生涯十字路口 做出最好選擇 考驗著球員智慧 T略新聞 徐坤山 葉俊宏 張正恩 藍玉銘 台北高雄採訪報導